见到第一仙 第3123章 英杰而亡 天穷深处 灾结规则翻涌 磅礴浩荡 完全由万劫境地的本源力量 汇聚而成 苏毅依旧撑着捷运伞 立足其上 灾结规则像暴雨般 却尽数被捷运伞撑开 没有死 红灵美眸争大 难以置信 之前那一击 他和三世佛酝酿已久 堪称无懈可击 换作是天地 不死也得重伤 根本无法闪避 可苏毅却避开了 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手段 出现在那天穷深处 他受伤了 三世佛清语 在他事业中 苏毅不仅负伤了 还很重 其道区破损 鲜血流淌 一身契机都受到影响 变得动荡而紊乱 虽然没能一举拿下苏毅 可当目睹这一幕 三世佛已经很满意 在场之中 唯独他最了解苏毅 也最清楚 苏毅手中底牌何等之多 又是何等难杀 眼下紧紧一击 便将苏毅重创 这样的战果 已经有点出乎三世佛意料 三世佛 可敢来此一战 天穷深处 苏毅开口 虽然负伤很重 可他神色却很平静从容 三世佛笑了笑 想利用那些灾结规则 来对付我 你想多了 红灵忍不住传音 道友 你我联手 依仗各自的秘宝 并非不能前往天穷深处一战 三世佛微微摇头 眼神意味深长 有人比我们更合适 红灵一正 也就在这一瞬 一群身影挪移长空 朝天穷深处掠去 赫然是以白行为首的一群 硬结刑者 在万劫境地 他们这些硬结刑者 执掌命劫之力 参悟各种灾结规则 自然无惧天穷深处的灾结力量 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他自来 有硬结刑者 经不住冷笑 苏毅避开三世佛和红灵的一击 让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和意外 可当目睹苏毅出现 藏身在天穷深处 他们却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莫要大意 待会一起动手 封进那片区域 彻底拿下刺子 白行沉声传音 断不能给三世佛 和那女人插手的机会 其他人皆答应 交谈时 他们已来到天穷深处 苏毅撑着捷运伞 眼神平静 无辜送死 何其之蠢 他没有躲避 看着对方九人挪一方位 将他驻足之地的四周封锁 这天穷深处的灾结规则力量 何等狂暴 可却未曾伤到 这些因劫心者分厚 送死 白行忍不住笑出来 在这万劫境地 你是第一个 敢站在灾结规则之中说 这种大话的 其他因劫行者 都不禁笑起来 地上 红灵醋眉传音道 苏毅此举 的确看起来太蠢 他究竟怎么想的 三世佛眼神平静 不要用蠢字来形容苏毅 这是对我的羞辱 若苏毅很蠢 他何至于与之争斗漫长的岁月 时至今日 也未曾真正拿下苏毅 若骂苏毅蠢 岂不是趁得他三世佛也很无能 红灵一正 玄机明白过来 不禁欠然道 我并非有意 三世佛道 且观战吧 交谈时 那天穷深处 白行等应劫行者 已有所动作 宁 白行探手一抓 一片灾结规则 凝聚为一杆战矛 落在他掌间 而后 他将战矛摇摇一指苏毅 一起上 杀了他 哄 其他八位因劫行者 各显神通 全都凝结灾结规则为兵器 以围攻之势 朝苏毅杀去 每个人身上 皆激荡着恐怖无边的劫难气息 亦如天劫化身 那等威势 让红灵都不禁动容 据他所知 在这万劫境地中 因为能够执掌灾结规则的缘故 每一个应劫行者的战力 皆不逊色天地 如今一看 的确名不虚传 换作是他被围困 也不敢硬拼 甚至需要第一时间退避 以防被困杀 可苏毅没有退 面对这样的围攻 他一手撑着劫运伞 另一只手当空一幅 哄 冲在最前方的一个应劫行者 扬起一条灾结规则凝聚的长边 当头朝苏毅劈去 可这一瞬 随着苏毅一幅之力 那长边顿时 像被吞噬般 无声息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 苏毅一步迈出 捷运伞如剑锋刺出 漆黑的伞面上 泛起晦涩而奇异的力量波动 伞间位置更是凝聚出 无间不摧般的剑芒 碰 那应劫行者一身的栽结力量 何等恐怖 可在这一击之下 却如纸壶般炸开 四分五裂 漫天光雨飞洒时 竟是完全被劫运伞 那黑色的伞面 贪婪般吞噬 而锋利的伞间 则狠狠凿 那应劫行者身体内 波 应劫行者满脸错愕 他惊恐发现 那结运伞的力量 恐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在这件宝物面前 自己那一身的命劫力量 就像砧板鱼肉 被任凭宰割 波 是被轻松吞噬 当伞间凿穿他躯体那一瞬 他甚至能清晰感受到 自己一身道横都被吞噬 波 他嘶声尖叫 妄图挣扎 可下一刻 其一身大道力量都被吞噬掉 身躯则像干瘪腐朽的木头 瞬息化作灰烬消散 这一切 发生在刹那间 人们只看到 苏役以伞为剑 轻易击穿对手 纳如默契黑的伞面 则把对手的大道生机 剥夺和吞噬 眨眼而已 一位战力堪比天地的阴劫行者 就这般暴毙而亡 其他硬劫行者同样围杀过来 当发现这诡异可怕的一幕时 无不惊悚 难以置信 而不等他们想明白 苏役已经展开杀戮 哄 劫运伞的伞面 就像一口黑色的深渊 而伞间 则像一把从深渊探出的剑锋 随着苏役出手 弹指尖而已 便在杀一人 和之前一样 那人的一身道横被吞噬 干瘪的道区 轰然化作灰烬飘洒 这一切 刺激的其他阴劫行者 脸色大变 无不惊骇 难以接受 在这天穷深处 他们才是替天行道的存在 执掌灾结规则 无所不能 敢不把天地放在眼中 可谁敢想象 才刚开战苏役 已经一口气 连杀他们这边两人 轰隆 根本不敢多想 他这天穷深处动荡 那些阴劫行者 宛如拼命般出手 可诡异的是 他们的任何攻击 尽数向泥牛入海 无声息地 被苏役手中的捷运伞吞噬掉 根本上不到苏役分毫 反倒是在吞噬了 他们的攻击后 捷运伞变得愈发漆黑了 伞面翻涌时 就像黑色深渊在蠕动 诡异圣人 碰 碰 碰 在这等情况下 苏役几乎是一股作气 再次连杀三人 堪称无坚不摧 一击致命 这 红灵美眸收缩 难以置信 道友 捷运伞的力量 怎会如此诡异可怕 三世佛眸光闪烁 捷运伞虽然能化解和御用世间一切 灾结力量 可远远不至于这般厉害 我怀疑 苏役所施展的力量用问题 那种力量 天然能够克制和吞噬那些因结形者 所掌握的命结之力 才能让苏役 杀敌如杀迹 别忘了 苏役已经被我们击成重伤 若非其掌握的力量有问题 怕是早在第一时间就被那些因结形者杀死 红灵醋眉 正要说什么 撤 天穷深处 白行抱贺 他和剩下的三人转身就逃 根本不敢逗留 苏役哪会让他们轻易逃走 随着他迈步长空 几个闪烁而已 再杀三人 只有白行一人逃得最快 侥幸捡回一命 饶是如此 他也已被吓破了胆 直似丧家之犬 朝劫山逃去 所以没有追 三世佛和红灵还在虎视眈眈 让他只能按捺住一网打尽的心思 一场大战就这般结束 前后才几个弹指的时间而已 八位因结形者暴毙 身上道横皆被剥夺吞噬 天穷深处 灾节力量依旧在翻涌 这片天地间则已恢复寂静 苏毅将捷运伞重新撑起 唇中剧烈咳嗽了一阵 唇角躺险 杀那些因结形者 的确不费劲 但 不得不说 之前遭受三世佛和红灵那一击 带给苏毅的伤势 的确太严重 只差一线 就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若我没看错 苏道有所动用的 当是命书之力 而非结运伞自身的力量 对否 三世佛开口 苏毅没有否认 脑海中则想起另一件事 万劫帝君的本尊 竟没有告诉那些因结形者 自己早已真正执掌命书 不应该啊 除非 万劫帝君身上伤势太重 来不及告诉那些因结形者 要小心提防自己 须知 当年在入魔窟的时候 财神尤尽修为的苏毅 就已经能动用命书之力 将身为因结形者的陆属 妖祖阵禁命书第一页 更何况是现在 正因为 有过这样的经历 之前在结山之巅的那座大殿中 苏毅才会不把那些因结形者放在眼中 一切 皆因为命书的力量 能够剥夺和吞噬 因结形者的命结之力 果然如此 三世佛清语 眼神深处带着一丝炙热 我早该想到 命书既然来自这万劫之渊 必和此地的本源力量 有着某种关系 顿了顿 他感慨道 以前时候 我很不明白 为何万劫帝君和我师尊 会对命书有着莫大的执念 现在总算有些明白了